魔术是一种综合的舞台艺术 魔术师常常利用转移注意力 灯光效果 特殊道具 以及人本的错觉等原理 来制作舞台效果 使观众感受到物体的忽有忽无 变幻莫测 今天 周周就为你带来七个魔术背后的秘密 悬浮女孩 相信大家肯定看过这种悬浮的魔术 一个女孩在魔术师的控制下悬浮空中 魔术师还会用钢圈从头到脚 在女孩身上绕一圈 向观众展示 确保没有绳子或钢丝支撑 但这个魔术和其他的悬浮类魔术一样 秘密都在特制的道具上 这其实是一个升降设备 根据魔术师的现场表演上升或下降 控制的开关在魔术师脚下的踏板里 但是刚刚那个钢圈又是怎么通过的呢 答案在于道具的S型设计 只要钢圈足够大 不碰到升降机就行了 空手变鸽子 魔术师无中生有的变出一只鸽子 再变出个笼子 把鸽子放进笼子 然后直接复制粘贴 这个魔术的窍门在于手法要快 魔术师先把右手放在后面 右手的袖子里有视线藏好的笼子 然后用火焰来遮掌观众的视线 快速地拿出笼子 第二个笼子的手法也一样 但不同的是 鸽子是视线已经在笼子里的 而且你仔细看 第二只鸽子是不会动的 因为它是假的 独心术 这个魔术是先让观众随意地翻一页 记住笔记本上的人名 然后扔掉 魔术师看着观众 并且向刚刚观众看到的人名剪影 这个魔术的秘密在于 那么写人名的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页面 页面有长有短 魔术师开头给大家展示的是长的内面 注意他的手是向下翻的 长的内面写了很多不同的人名 但是给观众看的时候 观众的手是往上翻的 他只能看到短的内面 而短的内面写的全是一个人的人名 所以是没有什么独心术的 都是荡言法话 大便活人 魔术师用黑布盖住笼子 然后表演了一个大便活人 这个魔术的秘密在于那个笼子 当魔术师用黑布盖住笼子的时候 可以看到笼子和之前笔 好像变大了许多 其实桌上放了两个笼子 前面一个 后面一个 女孩是从一开始就躲在后面的笼子里的 魔术师只是拿掉了前面的那个笼子罢了 一箭穿星 魔术师被助手抬起来放在一根箭头上 表演一箭穿星 然后又被助手抬下来 表示自己身体棒棒的还能走两步 这个魔术看起来很吓人 但原理不复杂 也是借用了特殊的道具 秘密在于魔术师衣服下 秘密在于魔术师衣服下常有一个小小的插槽 当助手把魔术师放在箭上时 插槽和箭的位置相吻合 箭头会进入插槽 与此同时另外一根假的箭头会从魔术师的衣服里弹出来 造成一箭穿星的假象 相信很多人看过大卫克波菲尔的人体分离魔术 用一个巨型巨片将人体分成两半 但看过封面的你肯定知道这其实是两个人 桌子是特制的 魔术师的下半部分是藏在桌子的下方 助手的上半部分也藏于桌子的下方 从中间看很明显的看出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人 消失的自由女神像 当年科波菲尔表演这个魔术时 着实让全世界都大吃一丁 幕布降下后自由女神像不见了 观众们眼前只剩下一架直升飞机还在飞行 秘密就在于观众所处的观众台是可以自由旋转的 所谓的自由女神像消失 只是因为魔术师把观众台转到了另外一边 造成雕像消失的景象 然后把幕布拉起来再把舞台转回来 雕像又凭空出现了 因为观众的注意力全都在雕像上面 而且一切动作都是由电脑控制的 速度极其缓慢 所以观众无法察觉 再加上其他的配合 比如刚开始的那架直升飞机 以及雕像旁边的探照灯布景等等 原理其实很简单 但重要的是各方面的步伐一致 解讨配合 毕竟大家都明白 自由女神是不可能消失的 消失的只是我们短暂的记忆吧 那么你知道还有哪些魔术背后的小秘密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欢迎点赞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